先救我孙子 当然 这个很快就能救出来 很简单的 哎呀 救什么救 一个赔钱货而已 你先救我孙子 可是先救男孩的话 很可能会导致罗板弹塌 到时候女孩子的命可救 说了正好 你不用管他 才救我孙子呀 我告诉你们啊 我可是龙城首富业家的人 你要是敢不救我孙子 我 我立刻让你们所有的人 都救了孙子 好 小兰 小兰 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我真是太好了 妹妹 救妹妹 哎呀 救什么救 死了正好 给你给你 小兰 谢谢 小兰 小兰 快离开 我说 哈哈哈 爸 我这里为什么会有到八呀 这是当年地震的时候留下来的 不过医生说了 你这是遗传的疤痕体质 没办法消掉 所以妍妍以后要特别小心 千万不要受伤了 地震 疤痕体质 那年地震 我从废墟里捡到你的时候 你已经快不行了 好在老天爷保佑 让你挺了过来 当时你身上就只带着这个平安符 你一定要保管好 说不定有一天 你可以通过这个平安符 和家人们团聚 亲人 你们还活着吗 有没有找过我 爷爷 你怎么还在这 你爸出事了 他不是去叶家打小卫生了吗 你爸呀 不知道怎么得罪了叶家这个老太太 他在找你爸算账呢 叶家这个老太太 可是出了名的报不起去 你快去看 我怕你爸出事了 来 爸爸吃饭 你个赔钱货 要你有什么用 算死算了 咳 妹妹别哭 来 我们一起吃 那奶奶为什么说我去陪钱货 怎么会呢 你是我最好的妹妹 心情别伤心 你看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是妈妈给我们求的平安符 妈妈说 我们都是她最疼爱的孩子 是她的宝贝 最新消息 地震即将到达 此次地震强度为8.1级超强地震 请市民朋友尽快转移到安全区域 如果您的厨房 吃饭看什么电视 你这个扫码 就会带坏我的分子 快吃 快吃吧 快吃 丘丘 丘丘 快跑 丘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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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丘丘去 丘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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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救您放心您放心 我们正在全力说队长 那个小孩 哎呦 快看一下我的宝贝孙子呀 哎呦别怕奶奶这就来救你啊 救你来 队长那边还有一个 去 快神区那个女孩 哎呦不行 不能救那个 这家伙得先救我孙子 星星 十八年了 你到底在哪儿啊 妈妈好想呢 也不知道你是不是遗传了妈妈的疤痕体质 当年你还那么想 如果不保护好自己 留下了爸可怎么办 都是她 出事了 有一个清洁工冲撞了老夫人 少爷跟那个清洁工干起来了 什么 一个社会底层的垃圾 谁给他的胆子 给他叶家闹事 后期干 你吓到我奶奶了你知道吗 啊 奶奶 你还好吗 需不需要叫医生 还不赶紧跪过来 给我奶奶道歉 对不起 我 不是故意的 我让你道歉 你比穿 少爷 是个哑巴 哑巴 快不得像一只没进化完的野猴子 在那又比又化 我让你道歉 你不会说话 那就变成磕头 嗯 教教他怎么磕头 哎 啊 回来 呃 喝 头 道歉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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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爸 爸 爸 你没事吧 你们不要伤害我吧 有什么冲我了 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进到我们家里来了是吧 哎 你们是怎么开门的 是老夫人 我这就把它封住 等到 这种社会里层的垃圾 哪敢冲到我奶奶 还敢撞碎我们家的花皮 我就这么放你走 那岂不是平 你走啊 跪下磕头道歉 不是我 我在正常打扫卫生 是这只狗 突然闯出来 就碎了 你这个地层的臭垃圾 你瞎指什么 宝贝被你吓到了 我没工夫跟你们这群社会底层的垃圾废话 啊 如果今天得不到我奶奶的原料 你们就训练出这个 赶紧跪下磕头道歉 你们 你们也打欺负人了 欺负人 我欺负你怎么了 我 我 你这可 熊算相 这脏死人了 她不愿意滚 那你怎么帮他鬼 星星 住手 妈 你怎么来了 你闹这么大动静 我能不来 你来的正好 这个清洁工 不光打碎了家里的花盆 还吓到了我跟贝贝 要他们跟我道歉 然后哄出去 桑兮兮的 这是恶心词 我爸没有打碎花瓶 明明是那只狗 是那只狗撞碎了花瓶 为什么要我道歉 就凭你们身份低贱 就凭你们是社会底层的垃圾 我们叶家 花钱找这老东西来 是打扫被剩的 他却冲撞了奶奶 吓坏了被 这就是 好了小狼 妈 我可以看看你胳膊上的爸吗 妈你干什么呀 这种垃圾堆里面出来的底层人 万一有什么传染病 传染给你怎么办呀 妈 这么多年了 你每看到一个跟星星年龄相仿的女孩 你就乱人 星星已经死了 她死了 你明白吗 不可能 谢谢你死了 这些没死 剑还惦记着那个赔钱货 跟那个赔钱货一样 一看就是个扫把心 行了 不跪也行 那就打 打得还会为止 别打我呢 别打燕燕 我道歉 我道歉 我跪 爸 爸 你起来 你起来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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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起来 你起来 我 软胡同 你起来 你起来 谁叫你打人的啊 你妈就是这么教你的 妹妹 她呀 她根本就没有妈 她就是那个穷酸清洁跟受养的布儿 有妈生为妈呀东西 还敢推老子啊 你起来 给我打 我死你打 哈哈 啊 不要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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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不要打了 不要打了 我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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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跪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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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跪起 啊 我被跪下 可以走了吗 走 你还没有 给我的贝贝道歉呢 给贝贝 磕头赔罪 不愿意 那也打个这个臭牙巴的腿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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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哥 我哥 大 妈 想救他呀 啊 行啊 那就从上面爬过去 我就可以选择原谅他 嗯 怎么样呀 不要 不要 你不想爬那也行啊 这个花瓶价值两百万 只要你能还了这个钱 我也可以考虑选择今晚不久 你以为我们叶家的东西 跟你们这两个肮脏的身体一样贱吗 要么从这爬过去 要么打断他的腿抵战 你自己选 不要 不要 对付你们这种低贱的下等人 就是要给你们一点教训 不然你们永远都会长记性 小党 你没事吧 原来我没事 今天他要是让我不满意了 他就有事 快点 我们的时间很宝贵 别耽误我们的时间 国官 希望你们这次 说话走话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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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妈 别过去一会见你一身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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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把你放我們走了嗎 滾吧滾吧 傷死了 怎麼 不服氣啊 今天衛生沒有打掃乾淨 明天宋世年會繼續過來打掃 你如果你們敢不來 就打碎這個花瓶 就夠你們做大 自己考驗清楚 啊 嗎 嗎 滾 寶 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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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星星已经死了 你以后能不能 不要看见 跟他年龄相仿的人 你就乱认呀 你看今天那两个人 多脏呀 万一有个什么传染兵 传染给你可怎么办呀 小狼 你妹妹还活着 这是我让李助理查到的 当年地震后 有一个捡泡烂的 在废墟上捡了一个孩子 那个孩子一定就是星星 什么 星星还活着 星星你放心 哥哥一定会找到你的 上孩子 以后不要这么傻了 爸爸 爸爸好了 受点欺负 没什么 爸 你胡说什么呢 你养了我十几年 这都是我该做的 都是爸爸没本事啊 要是你还在你亲生父母身边 一定不会吃这么些苦的 爸 是你把我捡回来 也是你把我抚养成人的 如果没有你 我早就死了 你就是我的亲人啊 好 董事长 老夫人那边又有新动作了 当年要不是她 星星也不会丢 死了这么多年 真的我是好欺负的吗 先不管他 等时机到了 他会遇到您的师父出带架 查到星星的下落了 还没有 我们正在找当年 捡走小姐的那个人 一旦有消息 我会立刻告诉你 好 我知道了 那我先走了 星星 妈妈一定会找到你的 一定会让你奶奶 给你赔罪畅 叶少 好久不见 你们还真来了 我还以为你们不敢来呢 叶少既然发话了 我们岂敢不来 我听你这语气 你还是不服啊 那我今天就好玩教训教训 把这个玻璃碎片 一片一片给我捡起来 我今天要让你好好成长记性 我今天要让你好好长长记性 我们今天来夜市 是来打扫卫生的 不是来受你欺负的 我让你捡你就捡 哪那么多废话呀 一个臭清洁工培养出来的夏剑女 能来到这种场合 已经是你们八辈子的荣耀了 还敢跟我平嘴 我再问你一句 捡还是不捡 看来昨天 还是没让你学会服软呢 那我就看看 你的骨头到底有多硬 把他给我摁住了 怎么 想替他求情啊 叶大少 大人有大量 我来帮他捡 放过他吧 你比划什么呢 比划 不过想让我放过他 也不是不行 今天在座的诸位 都是我一样的宾客 只要你能让我们乐呵乐呵 我就答应不跟你计较了 大家说怎么样啊 好 我让你们开心了 你就放我和我女儿走 行吗 别像个街猴子样又比又化的 你只要让我们开心了 我不仅可以放你们离开 打碎花瓶的事情 我也可以既往不咎 爸 那你别念他 他根本就不可能爱什么好心 怎么 我堂堂夜市集团的大少爷 难道会跟你们这种又脏又粗的底层垃圾 一番计较吗 我们这些高大上的人士 什么表演都看过了 就是没有听过养了唱歌 要不你给我表演一下 能在我夜市集团的年会上高歌一曲 那也是你的同性 来吧 开始你的表演 要是快点唱啊 我们大家都等着呢 你要是不唱 我就把你女儿的脸划花了 然后再以谋财害命的罪 把你们送进去 爸 不要 不要唱 要唱就赶紧唱 再等下去 我可就没耐心听了呀 真是一出父慈女校的大戏呢 我都要被你们感动的哭了 不过这么动听的歌声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给你点奖励呢 你要干什么 怎么折磨我们还不够吗 这怎么能是折磨呢 你听听 多么动听的歌声 多么伟大的父爱呢 诸位 难道你们就不会这样的歌声 俗动容吗 既然这么好听 那确实得好好的停上一下 你要是想反抗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来呀各位 让我们好好感谢这位父亲 伟大的歌声 哈哈 果然 我不能 你看你爸爸啊 多受欢迎啊 我 你们放开他 有什么时候啊 宋妍 你这可就冤枉我了 在夜市集团年会上 这么荣重的场合 我愿意给他一个表演的机会 而且还让他品尝到我们准备的餐品 这已经是最高的待遇了 哦 我知道了 你肯定是在生气 生气我把你夫妻弄得这么又脏又臭的 怎么说嘛 没关系的 我现在呀就给你这个又脏又臭的父亲 好好洗洗 你要干什么 你住手 知道这瓶酒多少钱吗 三十万 拿三十万的酒给这老东西洗脸 那是他的荣幸好不好 像你们这种底层的人 努力一辈子都喝不到一口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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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么贵的酒怎么都掉到地上了呢 啊 还不干净给我浅干净呢 你欺人单身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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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 打老子啊 董事长到 董事长到 哟 还得反抗呀 啊 来来来 你捅一个试试来 捅捅来 你在干什么 妈 没事 我在跟这两个社会底层的垃圾玩游戏呢 不过他好像玩不起啊 啊 一个社会底层的垃圾的下进货 还敢拿这玩意纸着网 你捅啊 你捅一个试试啊 来啊 不是这样吧 怎么 怕了呀 你跟你爸一样 都是没种的臭垃圾 只会在垃圾桶里面捡食吃 你这么说吧 哎我就说 没种的臭垃圾 只会像哈巴狗一样 哇哇哇哇 臭垃圾 哈巴狗 臭垃圾 杀狼 都血了没事吧啊 我看看 血 我流血了 你想杀了我儿子吗 我没有 我不是我 背嘴 我亲眼看到你拿酒瓶捅我儿子 还能有假 是的 是他先欺误我和我爸 贝贝知道我爸不会说话 还在逼着他唱歌 还用蛋糕砸他 你好好看看 到底是谁欺负谁 能被我叶家大少爷欺负 那是你们的荣幸 别说我今天只是让他唱歌砸他蛋糕了 我就算是弄死他 谁能把我怎么着啊 啊 你可真是搞笑啊 啊 这是我妈 你打了他的儿子 你还要跟他讲道理 你怎么想笑死我是不是 好了 我的时间很宝贵没有时间跟你拼 要么你们自己滚出去 要么我叫人把你们哄出去 哎 我们走 我们走 妈 就这么让他们走了吗 还说 好好的延会 看你干的好事 来不快吧 不能走 小老 延会马上就开始了 别胡闹了 不是 妈 我皮安符丢了 什么 皮安符不讲 对啊 那个是我跟欣欣的信物 我一直都随身起在身上 是他 一定是他偷了我的皮安符 我没有 我没有偷你的东西 刚才只有你碰过我啊 不是你偷的还要是谁 你蒙这种下等人 就是手脚不干净 就喜欢做这些小偷小木的勾搭 赶紧把皮安符给我拿出来 我没有 我没有偷你的东西 好啊 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 平安符一定在他身上 给我爸爸送 不许你动眼眼 他不会偷东西的 老东西 赶紧给我滚开 不然老子打死你 还愣着干什么呀 还不把他偷到一边去呀 爸 爸 你要是不想这个臭眼巴 变成死瘸子 就赶紧把皮安符给我交出来 不然的话 我今天已经打断他两条锤 让他后半辈子 像狗一样的在地上爬 我说了 我没有偷你的东西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们 我没偷 你被偷为什么不见了 你知不知道 这个皮安符 是我跟我妹妹唯一的信物 那是我的命 这个皮安符 对我跟小狼意义非凡 如果你拿了 现在交出来 我可以既往不咎 不然 不然怎么样 凭什么你们的东西丢了 就一定是我偷的 就因为我是穷人吗 债团的各位 都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他们怎么可能偷我的东西啊 啊 对 你们都是有钱人 所以你们就可以随便污蔑人吗 你们就可以为所欲为的 借他求人的真言吗 我不想再跟你掰扯了 既然你不肯交 那我就自己说 放开 放开我 你放开我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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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开我 放开我 放开我 你怎么会没有呢 说把东西掺哪儿啊 我说的我才有头 你 好了 既然皮安夫不在他身上 应该是一场梧 干什么呀 皮安夫一定在他身上 够了 还现在都不够难看吗 你们走吧 妈 皮安夫还没找到呢 你怎么能让他们走呢 早饵了 太好了 这就是我皮安夫啊 幸好没掉 幸好没掉 冒冒失失的 自己弄丢了也不知道 妈你就别说了 这不找到了吗 楠楠 这里怎么还有一个 怎么还有一个 干嘛有一个 妈 这是星星的皮安服 是星星的 星星的 星星的皮安服 星星回来了 这个皮安服在这 星星一定就在县城 李成 星星啊 星星你在哪啊 有没有看见星星啊 星星看见没有啊 有没有 星星 星星啊 看见星星了吗 星星 看见没有 看见没有啊 星星 你究竟在哪儿 为什么出现 在妈妈身边 又不让妈妈找到 妈 你放心吧 既然星星已经出现过 那她一定在我们身边 我这就让下面的人去找 我们一定能找到星星啊 我们一定能找到星星 我能感受到 她就在我们身边 妈 皮安服就用下 诸位 这枚皮安服对我来说至关重要 如果你们谁看到了她的主人 请一定要告诉我 我业了 什么 一千万 那是我的 你说什么 我说那是我的东西 这是我的 还给我 孩子 这皮安服是你的 没错 我爸说 这是我亲生父母留给我的 是 孩子 你当年是怎么跟你亲生父母走散的 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笨子 怎么 堂堂叶大少 不会连我这种穷人的东西 都想霸占吧 不是 那个 你先回答我妈 你先回答我妈 你当年是怎么跟你的亲生父母走丢的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呢 你到底要干什么 这个平安服 和严严是一样的 你怎么会有跟我一模一样的平安服 难道说 严严是叶家的 千金 不 不可能 我怎么可能和这种恶魔是兄妹 绝对不可能 十八年 你女儿是不是在一场地震中 失踪的 他说什么呀 他没说什么 他刚才说 当年小姐 他说是地震是地震 我们都以为他死了 但是调查后发现 是被人捡走了 是被你捡走了 严严 就是我在那场地震废墟里捡到的 啊 啊 就是你的女儿 啊 爸 他胡说什么 你 你真的是星星啊 我不是 你没认错人了 星星 我的女儿 我不是你女儿 请你自重 不要胡闹了 爷爷 董事长 就是你的亲妈呀 啊 他真的是星星啊 真的是我妹妹 我对她都做了些什么呀 我 我对我妹妹都做了些什么 老司令他 啊 啊 啊 我让他 啊 啊 啊 放开我 你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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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放开我 啊 谢谢啊 我 小心啊 是妈不对 我 我是妈的死 我都是妈的死 妈你别这样 夏董事长 我只是一个清洁工的女儿 高攀不伤你们这种富贵人家 爸 我们走 谢谢啊 我得谢谢 谢谢啊 哥真的知道错了啊 都是哥混蛋 都是哥的错 都是哥的错啊 谢谢啊 说说你啊 原大狗好不好 叶大少 我说了我不是你妹妹 我只是一个身份卑贱的底层人员 配不上你妹妹这种身份 请你让开 清醒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叶叶啊 不要这样 爸 他们刚才都这么对我们了 谢谢啊 哥真的知道错了 我跟妈找了你十八年 你知道这十八年妈是怎么过的吗 妈无时不刻都在找你啊 谢谢啊 这一切都是哥的错啊 是哥混蛋 要打要麻都可以 我请你留下来好不好 谢谢啊 我请你留下来 清醒 是妈 妈给你们道歉 董事长 别这样 谢谢 谢谢你救了 清醒 当涅地震发生的时候 我正在开会 等我赶到现场的时候 我就找不到你 你 你知道我有多心痛吗 天震 她真是我妈 爷爷 她真的是你的亲爸 你终于找到亲人了 你 真是我妈 那个平安符 我不会生错了 我就是你妈妈呀 清醒 清醒啊 妈真的没有一天不再找你 妈知道让你马上结束这件事情 很难 都是妈的 做都是妈的 这些年让你受苦了 我 董事长 找到了 小姐找到了 李助理 我们已经找到清醒了 她 她不是大小姐 董事长 小姐的资料全在这儿 您看看 怎么会这样 这怎么可能啊 你敢冒充猩猩 谁给你胆子 不可能 盐盐没有冒充 是不是 能搞错了呀 臭哑巴 你比我什么呀 铁证如山了 难不成有时候有个骗我 没想到 当年捡走小姐的人 竟然是那个叫宋世强的清醒 不信 我得赶紧告诉董事长 你手里拿了什么呀 这没什么老人 拿过来 这 没想到 这个贱人 竟然是当年那个赔钱货 老夫人 我听说 你儿子马上就出国留学了 这学费 还差不少 是 把这份资料换了 你儿子的学费 我保了 可是 没什么可是 我叶家的产业 只能是我孙子的 我不允许一个赔钱货来跟我孙子分家产 你要是按我说的做 我保你荣华富贵 你要是不按我说的做 在整个龙城 你将再无利身之力 是 老夫人 赔钱货 只要我活着 你就永远别想进你叶家的门 我说了我不是 你们非说我是 现在又来责备我 你不觉得狠笑吗 你干啥 怎么会这样的 平安府 地震装被捡到 这些的队上 怎么会错了呢 董事长 其实小姐因地震失踪的事 根本就不是什么命 这些年 咱们找小姐的过程中 也不止一次 出现有人冒免的事 只是 我不太清楚 她是怎么知道 平安府这件事 有什么不清楚的呀 我之前拿平安府当信物 发过宣赏的 她肯定知道 而且上次去我家 看到了平安府 特意保持的 老东西 我没看出来 你心机这么重啊 为了给你这个 卑贱之女 嫁进我豪门 还真是费精心思呀 我没有 这个平安府 就是盐盐的 她真的就是你的妹妹 她就是你女儿啊 相信我 东西 你比划什么呀 还敢算计我家人 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 这就是你们有家人的素质吗 我们熊肉在你们眼里 到底算什么 伶牙丽质 我以前怎么没看出来呢 像你这种社会底层的卑贱之人 还想做我业家千金 什么 业书理 欣星到底在哪 在医院 当年地震 导致小姐头部重创 现在还躺着医院 什么 走 立刻去医院 我没事 孩子 别哭了 爸 是我对不起你 是我害你受的欺负 不要这么说他们 他们啊 你怎么样 我们去医院 爸没事 老毛病啊 而且医院那种地方 我们怎么去得起呀 可是我 没事的孩子 你听我说 夏董事长 爸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别说他不是我的亲人 就算他是 我也不会认他 当年是你把我捡回来的 如果不是你 我早就死了 我不需要什么亲生父母 因为你就是我最亲的亲人 爸 我给年兴集团投了简历 等我找到工作赚的钱 我就带你去医院 给你盖大房子 好好孝顺你 好 董事长 这就是小姐 星星 妈妈终于找到你 是妈妈对不起你 这些年你受苦了 李主任 星星 这是怎么了 她什么时候才能醒来 小姐可能醒不过来了 她头部招出纵状 能活着就已经是个奇迹了 什么 星星 妈妈对不起你 是妈妈没有保护好 星星小姐 对不起了 妈 当年的事情不怪你 如果地震发生的时候 我能保护好星星 也许 她就不会被压在地板下 更不会失踪了 不怪你 当年你还那么小 都是你 她从来就没有想过救星星 如果不是她 星星也不会变成这样 星星 你放心 我一定会让她为当年的事情 付出当年 还你们的灯状 爸 什么 我被录取了 好 我现在就来报道 爸 我被念心集团录取了 他们让我现在就去公司报道 你要上班 你快收拾收拾 赶快过去 快点快点 你就坐那吧 一会儿会有人来给你安排工作 谢谢 什么 叶少了 好好好 我马上就过去 太好了 我终于找到工作了 我一定要努力赚钱 让爸住上大房子 叶少 您怎么亲自过来了 念心集团 是我妈专门为了我妹创建的公司 她最近比较忙 所以我就来看看 公司最近怎么样了 还有新员工招的怎么样了 您放心吧 都安排好了 而且啊 最近新招了一个特别优秀的员工 哦 是吗 如果能力真的很出众的话 我们建议让她进入集团 是 叶少这边请 叶少 他怎么在这 叶少 你们 认识 你说的那个优秀员工 不会就是他吧 没错 宋颜 过来见过叶大圣 是你 你怎么会在这 宋颜 胡说什么呢 叶星集团是叶氏集团的子公司 叶少当然是来视察工作的 宋颜啊 宋颜 你还真是阴魂不散呢 冒充我妹妹不成 竟然还要打入我叶氏集团公司内部 你这个人心机怎么这么闪呢 冒充大小姐 叶少 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前两天 我叶氏集团公司年会上 这个女人试图攀权富贵 冒充我失散过你的妹子 这怎么能是路回的 原来那个冒充业家大小姐的人就是她 听说 她是个清洁工的女儿 她爸还是个哑巴 我说这半个四种一股双臭味 原来她爸是个残废清洁工 我听说啊 清洁工最喜欢翻别人家的垃圾了 那她身上岂不是有很多细菌和病毒 叶少 实在是抱歉 我不知道这个情况 我马上开除她 凭什么 你凭什么开除我 就凭你简历造假 你一个清洁工的女儿 怎么可能上得起大学 还能来叶氏集团的子公司上班 现在我宣布 你被解雇了 我没有 是 我爸是清洁工 但我们是凭劳动赚钱 每一个钱都是干净的 你们凭什么这么对我 就凭这是叶氏集团的子公司 这个理由够吗 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出去 谁说我要开他了 叶少 这 你很缺钱是不是啊 可以啊 我给你一个赚钱的机 你需要 你们叶氏集团 我高攀不起 这是我叶氏的地盘 其实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你今天但凡敢走出去一步 我敢保证 从今往后 龙城不会有任何一家公司 敢聘你 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不是想借我叶家的门吗 那我就给你个机会 这样吧 你爸是个做清洁工的 那你就留在公司里面 当清洁工 我相信这份工作 你再熟悉不过了 叶少给你机会呢 还不赶紧谢谢叶少 怎么不愿意啊 行啊 你去跟他爹所在单位的人打个招呼 就说他们一下子惹到我了 让他们赶紧把东西给我开了 是我这就去 等一下 我坐 哎呀 不好意思 杜小薰打碎了 给你扫啊 谁让你用麻布擦的 用手擦 哎呀 你说这怎么越擦越脏了呢 啊 你到底会不会做清洁工吧 你爸就这么教你的呀 你就是故意的 故意的 谁看见了 谁看见了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你看 没有的事啊 对呀 我去你太说好 我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 哪那么多废话呀 啊 别到时候你爸连清洁工的工作都 你们一家人 就喝西北冬吧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因为你冒充我妹妹 因为你是个社会底层的垃圾 啊 劝什么看呀 还不跟你扫 清洁工 你到了 我说了 我没有冒充你妹妹 你为什么非要这么羞辱我 你他都没错 我就是要羞辱你 这就是你冒充我妹妹要付出的代价 怎么 不服气呀 不服气可以滚呀 只要你能承担这一切互惑 还真是悲剑呢 你说你做这么多事情 就是为了钱吧啊 这样 我一个月给你一万块钱 你跟我去叶家做保姆 怎么样 好 我答应你 宋言 等我把你带回叶家 我就慢慢折腾 这地方熟悉吗 嗯 你爸当时就是跪在这里求饶的 是不是很记忆犹新啊 你 若于你说话的态度 你现在是叶家的下人 你要跟我们一样 叫少爷 你要是不懂规矩 我不介意教教你 那你干什么 叫我 少爷 哎 这就对了吗 以后就这么叫 听懂了吗 除此之外呢 我们叶家的规矩还有很多 知道吗 好好教教他 什么叫做规矩 是 少爷 哎呀 我这鞋什么时候脏了吗 真是你碰东西的 叶家的每一样东西都专贵无比 是你碰的吗 跪下 用手插 怎么 不明白吗 跪下来把我鞋擦干净 听懂了吗 少爷喊你呢 你聋了吗你啊 你欺人太事 没错 我就是欺负 什么 你不愿意欺负可以走啊 不过你走了的话 这钱你可就拿不到 不行 我还得救爸爸 老夫人 董事长已经把那个女孩当成真正的业心了 啊 干得不错 你儿子的学费 我已经打到你卡里了 多谢老夫人 我孙子 现在回来没有 应该是这个点了 走 我们去看看他 好 嗯 哎呀还真是下贱啊啊 行吧那这钱 就赏你了 我来 请 我去 你 我去 我去 这个配钱花怎么在这 这 薪水是少爷带回来的吧 奶奶 他怎么在这 我就带他回来玩玩 他敢冒充猩猩 我要好好折磨着我蛋 他就是个社会底层的垃圾 脏死了 万一有什么传染病传染给你 那可怎么办 奶奶您就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好 我饿了 要不咱去吃饭 吃饭 走 不是 他留在家 就是一颗定制甲蛋 等会夫人回来了 迟早会发现问题 大小姐 要怪我 不除掉你 倒霉的就是我了 李助理 上马 你先下去吧 少爷让我安排他的工作 是 小儿 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我有选择吗 在你们这些有钱人的眼里 我们这些穷人 不过是你们玩乐的工具罢了 少爷让我安排你接下来的工作 你跟我来吧 这是夫人的房间 你把这个房间打烧好 切记 不要动房间里的任何东西 你也别怪夫人和少爷 这大小姐 是他们心里一根刺 现在大小姐找到了 夫人也不会跟你计较 至于少爷 等他把这口气出了 以后也不会再回来 我要工作了 李助理 去吧 这个房间 是月子的进去 只要董事长发现 你闯进这个房间 一定会被赶出去 到时候 我就安全了 董事长 脑夫人让您回来一趟 这应该就是叶大小姐的房间吧 这相片上的这个女孩 怎么这么熟悉 别闹了 太快笑了 快过来 嗯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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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 那些记忆 我怎么会有那些记忆 董事长 董事长 嗯 当时你身上就只戴着这个平安服 一定要保管好 说不定有一天 你可以通过这个平安服 和家人们团聚 难道他真是 真是我 谁让你进来的 谁让你进来的 谁允许你动这东西的 董事长 董事长 你又没事吧 上班快 带你给我去 来 我来收拾董事长 明时把他们体质 都能受伤 你妈没教你别乱动别人东西 还有 谁让你进这个房间的 我是来打扫房间的 放肆 叶家谁不知道这个房间 除了董事长谁都不能进 我看 你就是故意来搞 李助理 明明是你让我来 胡说八道 我怎么可能干这种事 说 你事和军心 我 我做 还敢狡辩 说 为什么这么做 这就是我的妈妈吗 无论我说什么 做什么 他都不可能相信我 在你眼里 我就是卑贱肮脏的下等人 无论我说什么做什么 你都不会相信我 但你又何必来问我 你 你 干什么 一个卑贱的下等人 难道还想打董事长不成 你的胳膊 董事长 您没事吧 你妈想死是不是 谁给他我妈呢 你不赶你给我妈包的伤口 不要 我得心心 什么对不起 宋明我给你脸是不是啊 啊全员进来的 为什么摔碎照片 我没有 你看是他让我来打扫房间的 胡说我没有 啊 那让你来叶家做保姆 我是让你好好听话的啊 你这种社会底层的垃圾 肮脏的臭臭 谁让你进房间的 谁让你把照片摔碎的 啊 是不是我欺负了你 还有你那个被我接呢 还是说你冒充我妹妹被我接穿了 想报复我呀 我没有我没有 别敢狡辩 行啊想报复我是不是啊 那我今天就划烂你的脸 那你反而报复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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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啊 行了行了 我知道 我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我 但我真的没有做过那些事 至于这个相片 希望你知道真相以后 不要后悔 这这个是什么意思 难道他想起了什么 不许 我得赶紧让他闭嘴 妈 你说我没事吧 没事 你先出去 妈 你为什么放他走呢 这种垃圾 就应该好好教训他一顿 或许他真的不是故意的 对了 DNA检测的报告出来了 他在检测上 不过妈 为什么非要再检测一遍呢 难道说医院那个星星 还能是假的不成啊 我的疤痕体质是会遗传的 但是星星身上一点疤痕不明 你说当年地震 他受了那么重的伤 怎么会不留下疤痕呢 也许 星星就没有遗传的 或许吧 但有没有 还是查一下会比较高兴 老夫人 出事了 哎呦 慌慌张当的 能出什么事 天塌下来了不成 那个宋元 好像记起什么了 他 就要和董事长相认呢 什么 不行 必须让那个赔钱货闭嘴 他万一说出来点什么 以夏云那个贱人的性子 一定会追究到底 那我们 我们怎么办 让一个人闭嘴 最好的方法 除了死 就是让他 有口难言 他那个废物爹 不是哑巴吗 让他 也成哑巴 也许 这么烫 不行 得去医院 不行 妈 芽芽 你终于醒了 你不是去上班了吗 发生什么事情了 妈 好好 言言不哭 告诉爸爸 是谁欺负你了 是 我没事了吧 是叶家人 对不对 这叶家人简直是欺人菜肾 我这就去找他们 去讨个说法 你别去 叶家有钱有事 不是我们能惹得起的 我 我 爸 不去 你先好好休息吧 爷爷 是爸爸没有本性 爸爸没办法保护好你 但这件事 绝不能这么算 我一定会为你讨回一个公道 老夫人 这就是宋言的家 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您放心吧 夫人 东西 我都准备好了 走 下去看看 好 你 是不是欺负爷爷了 都是你个老东西 上次他没挨过打吗 滚蛋 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对爷爷呢 她是你的妹妹 找死是吧 小狼 不要浪费时间了 我们还要去医院看星星 妈你放心吧 我这就赶她走 老不死的 我妈对你人 我可没那么好惹 赶紧给老四 再让我看一看 行 我打断你这狗子 你不能走 不能走 找死是吧 它是你的女儿 她是你的女儿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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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逃我爸 不要 爸 爸 爸 是你们 是你们 穷鬼就是穷鬼 一股酸臭味 臭死人了 你们来我家干什么 闭嘴 可赔钱货 你还真是命大呀 当年那场地震 居然没砸死你 你就应该死在那场地震里 还有你那个哑巴爹 捡他的垃圾不好吗 偏偏把你这扫把星捡回来 居然还把你养大了 现在又回过头来 害我们叶家 你什么意思 你知道我是谁 是 我早就知道你就是当年那个没死掉的丧门星 我也知道你那个哑巴爹费尽心机 想让你认读归宗 但是 只要我老太活在 却被你休想进入业家的门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为什么 你一出生就割资了我儿子 你就是个丧把星赔钱货 我业家 怎么会允许你这种碎气的东西存在 李竹林 你愣着干什么 动手 你要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就看你没这个命 你要干什么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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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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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 要死死他们别出去 别撕我们一家门口 你们不要走 爷爷 爷爷是你们的气 这老婆怎么疯了吗 真是一分不散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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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杀人犯法 我陷阱弄死你 真是 丧死了 在这多在一分钟都觉得恶心 哎呀哎呀我 小老要是有什么事我要你赔赞 叶雪我儿子怎么样了情况不太乐观 需要赶紧输水不过 夜上是少有的熊猫血医院没有 我正在想办法从别的地方掉 来不及了 扯我的血我是他妈你扯多少都行 夏总我知道你很着急 但执席亲手不能说什么 走了 是妈妈不好 是妈妈没有保护好你 你为什么这么对 让我跟女儿分开这么多年 现在又怎么对我儿子 夏董事长你 别太担心了 都怪你 要不是我们也不会出车祸 我上了今天也不会接 我 我 我 陈医生陈医生 这里有个回头给人需要救治 然然 哎你不能进去 我 哎 哎啊 抱歉 你的抱歉 怎么我说的不对吗 你把我儿子害成的那样 现在老天眼看不过眼了 所以才要惩罚你女我该 你怎么能这么说言言呢 是你的女孩 她是你的女孩 我猜 来清醒去 这是熊猫雪吗 是是熊猫雪 熊猫有救了 你怎么还在这 快去拿去水 承认生我熊猫雪 他是熊猫雪 快收到的雪救我儿子 这 不行 你不能这样对眼 他会死 哈哈哈 我让你抽她的去救我儿子 你聋了吗 夏总 那个女孩也受了很严重的伤 这样做的话 他不行 那时候他死好了 就是因为他才会躺在里面 抽他女儿的血 天经地义 承您就小了 就算把他给我仇干了也得仇 听懂了吗 你如果不按我的错 我就立马撤销对你们医院的所有投资 必须让你永远无法在这个医院立足 不 那好吧 快去准备输水期许 好 不得这样做 不得这样做 啊 你给我闭嘴 愣着干 还不快去叫我儿子 哈哈哈 我求求你 你欠我 就让你 我求求你 我不要这样对眼一眼 请 啊啊啊啊 陈医生 患者出现了严重的排队反应 排队反应 目非他俩是 燕燕 就是你的女儿 是你的女儿啊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他怎么可能会跟小老有血缝关系 这个世界上除了我救星星凯 没错 宋妍 极有可能是您十三多年的女儿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你是不是为了不抽她的血 所以故意变幻幻幻骗我的对不对 你放弃你了 我都做了些什么呀 啊啊 血缝来了 电上有救 夏总 您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少爷和小姐出事的 夏总 你在嘲讽我吗 夏总 夏总 爷爷 你 女儿 夏总 快让他们停下 真的不能再愁了 燕燕 是你的女儿 你的亲生女儿 现在知道求饶了晚了 你害小老受了那么重的伤 真的是老天爷对你的惩罚 我儿子怎么样了 是不是已经醒了 夏总 这个宋妍不能给少爷输血 不能输血 你什么意思 我不是说了就算把他冲钢了 你要救小老吗 夏总 您先冷静冷静 他们两个血液 相容后出现了严重的排液 如果继续输血的话 会引发少爷的血管筛减 到那时就真的没救了 排液反应 为什么会有排液反应 是不是你下肩皮子血太脏了 一般情况来说不会出现这么严重的反应 除非 除非什么 你快说 除非他们是直系亲属 有血缘关系 我 是我 你 大董 天爷 你女儿啊 哈哈哈哈哈哈哈 啊 放开我啊 放开我啊 你 啊 可能救小狼 就算把他我仇干了也得仇 听懂了吗 啊 我都做了些什么呀 我都做了些什么呀 哈哈 哎星星 对不起 对不起 我 什么 我 我孙子受伤了 哎呦 快快快去医院 老夫人 少爷怎么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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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赔强货的哑巴养父害我孙子受伤了 哎呦 孙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 我要他们的命 哎呦 快点啊 快 哎呦 这是他们怎么样了 夏总 少爷已经通离危险没什么大碍 不过小姐 哎呀 怎么了 小姐的情况很严重 手有剪刀刺贯穿伤 再加上 是先贴性疤痕体质 而且还伤到了经济 以后能不能恢复 不好说 不过最致命的不是这个 而是他的嗓子 他嗓子怎么了 小姐之前被人强行灌入了大量的辣椒水 导致了肺部严重的感染 身体也被烧伤 恐怕 会永久失险 人 人 人 怎么会这样 我怎么会这样 信心 我的信心 夏总 你也别太难过 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救治小姐的 赶紧打电话 把那个死哑巴和他的女儿给我抓过来 我要让他们给我孙子赔罪 是 夏总 这是您和宋小姐的DNA检测报告 检测证明他确实是您亲生女儿 至于之前那个人和您并不匹配 我查了一下医院的操作记录 发现有人篡改了信息 是他 一定是他 星星 你放心 阿满 阿满一定会让他给你道歉 给你懺悔 如果不是他 我们母女怎么会分开这么多年 宋大哥 对不起 以前你要对 没关系 陈医生 他的病 查得怎么样了 查清楚了 宋先生并非现天时身 刚才是在情急之下刺激到了神经身带 所以才能在此开口说话 不过 没事 习惯 习惯就好了 习惯 夏总 爷爷有我照顾 你快去看看少爷去 也好 我去看看小朗 习惯 丫头 你找到妈妈了 妈妈也能说话了 只是你 我的孩子 给我找 应该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妈 你醒了 不许下 妈 你让我下去 那死也罢把我拍成这个样子 我要去找他 我要让他付出代价 小朗 你闹够了没有啊 妈 你怎么了呀 啊 你是不是哪不舒服呀妈 你等着 我现在就去打断他的腿 然后把他送进警署 叶朗 妈 你到底怎么了 你说话呀妈 宋爷 就是星星 妈 你开什么玩笑呢 他之前冒充星星已经被 已经被揭穿了 你怎么还信呢 这是迪恩一几次报告 他才是真的星星 之前的那个 是假的 这不可能 我不相信 奶奶已经说了他才是星星 怎么又成宋颜呢 不是妈 你这 他真是星星啊 他真的是星星 之前宋志强撞我们的车 也就是想告诉我 宋颜就是星星 我不相信 怎么可能呢 奶奶之前不是说 他骗了我 不仅如此 他 他什么呀 弄哑了星星 妈 怎样呀 奶奶怎么能这样呢 妈 因为你爸爸的死 当年那种意外 让他觉得星星是个灾心 他觉得是星星害死了你爸爸 我应该从小就不太见星星 不可能 我不相信 就算奶奶不喜欢星星 他也不准把他 这是宋志强家外面的监控视频 你自己看 妈 妈 带我去找星星啊 我想看看 走 嗯 嗯 孩子 我 老师 找到了 他在这 天杀的臭哑巴 我杀死 你这个死哑巴 你害得我孙子出了车祸 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们 嗯 天杀我 你那个哑巴鞭 他害了我孙子 你就替他偿命去吧 不要 这臭哑巴能说话了 你不要动人呀 不要啊 你能说话了又怎么样 今天就是要让你亲眼看到 还是怎么死的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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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十八年前就该死的一个赔钱货 让你多活了十几年还真是便宜你了 是你害得我孙子受伤 这 就是你的报应 早报应 早报应 咋呀 报应 我老太婆从来就不怕报应 你们这两个社会底部的垃圾 今天 我就是弄死你们 你们又能如何 我闭嘴 超死了 呀呀 赔钱货 你终于要死了 师兄 哎 哎呀 小狼那奶奶看看 现在哪没有够了 没你这样的奶子 你 你 小狼你 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的人星星啊 你告诉我为什么 我不要说了 有什么话跟警察说吧 还有你 我平日没带你不保 你为什么这么多女儿 你就等着牢底坐穿吧 董事长 我做什么做 有我在 我看他敢动你下去是 小狼 怎么 为了这个贱命丫头 你也要把奶奶送进警署吗 奶奶 星星是你的亲孙女 血浓于水啊 你为什么 为什么 当然是因为你 这个裴千环 他就是个扫把星 他一刚出生就磕死了我的儿子 这种人 我怎能让他留在你身边 再说了 你是我夜市集团的嫡子嫡孙 我怎能允许其他人来跟你争过财产 爸爸的死是场意外 跟星星没有关系 至于家产 我从来都没有在乎过 我在乎的只有星星 因为她是我的亲妹妹 你不在乎 奶奶所有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 你现在跟我说你不在乎 叶朗 你还有没有有点良心 没良心的是你 这些年 我从来没有亏待过 但你是怎么做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丑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他 欠人 谁允许你顶嘴的 以前我对你客客气气的 是因为我尊重你 毕竟你是我婆婆 但是你呢 三番四次阻止我跟女儿相认 你甚至还给他灌辣椒水 你害他病得这么重 甚至以后他都可能没有办法讲话 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啊 那是他罪有应得 叶朗 奶奶做的所有一切都是为了你 为了叶家 至于他 十八年前他就该死 这个小贱重 命还真大 十八年前 那场比赦 你是故意不救他的 是 我是故意的 我本来是可以救他的 但是我就是不想救他 没想到这个赔钱货 他的命还真硬 妈 妈你没事吧 你怎么能这么恶毒 奶奶 我一直把你当做我最亲的人来看待 可你为什么 算了 我也不想再说什么了 这些话 你留着去跟警察说吧 叶朗 你真的要把奶奶送进警署 两位 你们涉嫌谋杀未遂 请跟我们走一趟 这 这 这 赵老夫人 请吧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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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你能说话了 啊 爸爸 能说话了 啊 都是 你爱人给妈妈带来的好运 你告诉爸爸 感觉怎么样 那是不舒服 我 我 爸 我是不是 不能说话了 啊 啊 不怕 不怕孩子 都是暂时的 啊 爸爸 这么多年 现在不都好了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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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你别难过 用我的失声来换你能说话 也值了 爸爸 懂啊 对不起 爸爸没保护好你 爸爸没保护好你 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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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爸 爸 你别这样说 咱们回家吧 我想回家了 回家 咱们回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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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你在哪儿 啊 爸 我们走吧 哎呀呀呀 你听爸爸说 你老夫人已经为他的行为付出代价了 这一切夏总并不知情 这些年来 夏总从来没有放弃过找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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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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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妈妈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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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需要妈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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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够了 啊 啊 請你以后 不要再来打扰我们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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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休息啊 爸爸给你做饭去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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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焰焰 對不起 爸爸 不能陪你太久了 夏董 少爺 你們怎麼來了 宋大哥 醒醒他 他不想和你們相認 少爺 你這是幹什麼呀 快起來 宋伯伯 之前的一切事情都是我的錯 我給您道歉了 給您磕頭了 哎呀 不要這樣 宋伯伯 我求求您了 把信息還給我們好不好呀 你 你 我 夏總 起來呀 宋大哥 我為我們之前做過的事向你道歉 求求你把信息還給我們好不好 我們不能沒有信息 這些血 算是我報答你這些年對信息的養育之恩 如果你願意的話 你也可以過來跟我們一起住 是啊 宋伯伯 以後我跟信息一起給您養老 這些錢 你們拿回去吧 你們拿回去吧 妍妍是你的女兒 你的妹 你們想她 愛她 想彌補這麼多年來對她的虧欠 這些我能遇見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這些錢 對她來說 誰就羞辱我 宋大哥 你誤會了這些錢只是 不要說了 雖然 雖然 爺爺是你欺負的 可我也是她的爸爸呀 如果她願意回去 我不反對 如果她不願意回來 我爺爺的一輩子 爺爺 爺爺 我請你們 回去吧 蘇伯伯 蘇大哥 我們可以了解一下欣欣小時候的事嗎 好吧 你們先坐會兒 我給你們拿養東西 爸 你為什麼不讓我把話說完呢 這是我們欣欣欣的 這是爺爺小時候寫的 我的日記 放開 今天我被同學欺負了 因為沒有媽媽 他們都說我是野孩子 好想知道 有媽媽是什麼感覺呀 同學們都嘲笑了 爸爸是野兒白 不會說話 可是在我心裡 他就是世界上 為好的爸爸 樂於我的媽媽 或許 從一開始就不愛我 所以她會把我丟掉吧 不是的 不是的 媽媽不是故意丟掉你 哈哈 應該跟同學打架了 因為他們媽我是野孩子 我好像記得 以前每次被人欺負的時候 哥哥都會幫我吃頭 可是 我再也沒有哥哥了 謝謝 是哥哥沒有保護好你 都是哥哥的錯 哈哈哈哈 十年了 距離我和親人分開已經十年了 關於他們的記憶也 越來越模糊了 就沒平安活 好像是媽媽為我和哥哥求的 大媽媽講什麼樣子呢 我完全不記得了 媽媽 你知道我還活著嗎 你有找過我嗎 還是活在你心裡 從來就沒有我這個女兒啊 從來就沒有我這個女兒啊 我想偷了 或許我日戀失戀的欺人 無論都沒有照顧過我 在這個世界 在 背負我的人 只有爸爸 我今天起 我就是少年 也只是少年 爸爸 爸爸就是我唯一的欺人 至於媽媽 就是她的嫂子 不要問我 在家裡了 人 爺爺 爺爺 你怎么起来了 谢谢 谢谢 你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那点不舒服 请你们离开 我让你们走 走 谢谢 我 爷爷 不要激动 病还没好呢 听 我让你们走 走 我 我 我不会 你让 醒醒 没事妈妈的做你原来妈妈好不 你们给妈妈一次母教的机会好不 你原来妈妈 爸 爸 爸你没事吧 妈妈 我没事 没事 妈妈 医生 我爸怎么样了 陈医生 宋大哥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突然吐血 夏总 我上次就准备告诉您的 宋先生 他得了癌症 什么 怎么会这样 能治吗 肝移植 目前除了这个 没有别的办法 用我的肝 只要能救我爸 用多少都行 谢谢啊 你先不要激动 陈医生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叶小姐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但你的肝源和双先生不匹配 所以没办法进行医治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小星 小星 夏总 您真的想好了吗 想好了 这是我欠他的 也是我欠我女儿的 或许只有这样 星星才能原谅 陈医生 不好了 病人不见了 什么 小星 星 一 星 再见了 我的孩子 爷爷 我的女儿 爸爸这辈子 没有什么出息 我最骄傲的是 就是有你这个女儿 可是 爸爸没用 不会说话 只能做清洁工 捡垃圾 害得你从小 就被人瞧不起 受尽欺负 远远 对不起 是爸爸没有保护好你啊 爸爸生病了 之前 我一直担心没有我 你怎么活呀 所以 不敢告诉你 现在好了 你找到自己的亲人 虽然 也经历了一些不愉快的误会 但是毕竟你们 血浓于水呀 答应爸爸 原谅他们 我说 爷爷 我的女儿 爸爸走了 以后没有爸爸的保护 你要坚强 要幸福 爸爸 会变成星星 在天上 在天上看着你的 啊 答应爸爸 要幸福 爸 爸 你在哪啊 你不要做啥事啊 爸 你一定要没事 一定要没事啊 欣欣你放心 妈妈一定不会让他有事的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爸怎么样了 他怎么样了 医生 他怎么样了 您放心吧 宋先生已经没事了 不过 叶小姐 我有个东西 需要给您看一下 夏总 您想好了吗 肝愿移植 对你来说 手术风险很大 想好了 这是我欠宋大哥的 也是我欠欣欣的 如果不欣死在了手术中 你一定要全力 只好宋大哥 然后告诉欣欣 我对不起他 还有 我很爱他 还愣着干什么呀 妈 你们感觉怎么样了 我有可能要干的 我会让你择护你的 想要去 我这就感觉到这家中辈子 没关系 我给你感觉到这家中辈子 我输求你 不跟他心想到那家中辈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